好了那么今天小狼给大家伙带来一个三国战绩的天降神兵 也就是根据三国战绩2P的这个版本啊 改的这么一个大家伙都能接受的一个白版本啊 确实是越来越丰富好玩 那这个版本呢咱们是可复制的104版本改的 可以看到啊上方写的两个大字飞龙啊 这个改版呢它是写的非常非常逗啊 这个天上龙肉地下驴肉啊 这个龙肉就是这个飞龙就是一种这个鸟类啊 在山区里面经常会看到啊 我们俗称为沙半斤 那么今天这是个美食节目啊 好的开玩笑不开玩笑了啊 那这次呢咱们网张飞呢 大厨给大家伙带来一个米其林三米其林三星的放电话戟的这么一个炒菜教程 好的开玩笑啊 这个毕竟啊一上来老是很尴尬 那上一次解说呢也是够尴尬的啊 说一个大伙说这个复制的教程 结果发现人家这个只是打可复制的版本 然后不复制 这一次呢也是天阳神兵的可复制版不复制的这么一个通关 这次打的啊你可以看到呢 也是咱们的枫叶大神 他打的是莽张 就应该说正张飞啊 这个张飞呢 头头上有点绿 你说 你说啊 这个咱多咱们说 你不觉得有很多游戏啊 就是这个绿帽子这个事就是 就是咱 有点有点意思的啊 好的神龙公水 这是第一关的呃一个非常强的这么一个道具啊 这神龙公水呃这个就是五颗气 咱们这次也是打这个速通 速通的意思当然就是越快通关越好 那这次通关呢是非常的极限啊 大家伙做出来也是挺不容易 你可以看到呢呃准备好呢要招降他的时候呢 咱们是把他勾引到这个不忘坡里面 但是呢咱们不通过雷去炸掉雷区 而选择直接杀掉他啊 速通的话不用考虑招强或者放他走 呃也就是说你你招强他的话呢 就是包括你像呃就只要让他要 要他一件衣服就行啊 你像有的人可能要要那个锁子甲 或者说有人要这个比如像要那个 这什么呢 道家法典啊 就是封书啊 封书哎呦没什么用啊就是咱说有的一个封书 咱快不了多少 你看有的时候呢为了一些武器啊 有这武器 比如说咱们咱们这次呢啊 武器呢就是普通的普通的咱们的这么一个蛇毛啊 不配杖拔蛇毛 因为咱们要节省时间 杖拔蛇毛的回去方式呢 上次也跟大伙说了啊 有两个回去方式啊 这是原版的回去方式 新版的话呃不知道有没有略有出入 但是不要紧啊 这都是这都是没有意义的啊 因为咱们这次呢 只需要普通攻击的情况下能够秒掉小兵 那么需要一个方天化解 呃呃 方天化解呢 首先先出来的方天化解呢 是真方天化解 就是说在 在咱们的那个 第三关啊 有这个方天化解获取方式啊 到时候跟大伙说一下怎么获取就好了 那有了方天化解之后呢 他有一些招式啊会被禁掉 也就是呃就给锁上了啊 只有你换回正常的这个蛇毛 或者是杖拔蛇毛才能呃解锁 所以说呢 有的时候呢 咱们还是要用普通的蛇毛去练一些技能 呃 这个大伙理解就好了 那么张飞呢 他你看他这个呃 咱们这个张飞啊 他的必杀技呢 有很多种 呃 比如说你像咱们咱们这个采地那个 就清兵绝技 打boss的话呢 咱不能说好使啊 因为打boss的话 你用这招采完之后呢 接不了招 所以说呢 打boss呢 一般来讲啊 你除非说你最后以下或者说你清兵的时候 你可以这么搞 但是呢 大多数时候呢 咱们是又用兵阵 就张飞啊 招招一堆小兵啊 左右 呃 一顿撩啊 这个招式呢 是张飞的核心连招技能啊 伤害不不 这个伤害不俗之外呢 咱们还可以去接招 同时呢 这个有很多人还有这个单单兵啊 就是单单个一排一顿撩啊 这张飞这个牛啊 张飞一招过来是双排兵一顿撩啊 这个就非常屌了 好了可以看到呢 选择走这个水下呢 是没有什么好说的啊 毕竟 毕竟大家伙知道啊 这个能能破这个水啊 水烟一下的话呢 咱们就可以 啊就可以这个快速的打死这个曹人 从而过到这个第二关 好了可以看到这边 呃 这边的话应该可以拆掉了 拆掉的话呢 是把小兵也直接怼死 废掉整个这个boss的将近三分之一血左右啊 好了一二左转身 一二三 一二三再转 这个这是伪连 你可以看到 他这种伪连的方式啊 并没有这个HIT的这个连击 但是呢 他这个伪连连完之后呢 这个boss呢 如果他不第一时间的去去挣脱的话 比如说他可以强制反击 刚才就反了一次 如果他不反击的话呢 就是锤子 好了 将军印 这也是咱们这个将军啊 也是呃 之前诸葛亮的这么一个打血神技啊 就是变身之后打血 但是呢 其他人也可以变啊 咱们诸葛亮的话呢 想用那个八卦阵配降降的话 是非常给力的 呃 当然呢 配的降降有很多啊 尤其是像什么吕布啊 像什么许楚这些人啊 那降降 那那那是真厉害啊 但是张飞的话 用这个 也是也是为了打某些boss 不是长 不是很常用 因为本身张飞这个人 作为武将啊 他的 他的单挑boss的这个能力啊 就是非常的强 伤害非常的高 当然尤其是有张八蛇毛之后 再就是用普通的方天化戟啊 在这里呢 真方天化戟呢 由于他有这个火属性 有时候你连吧 也 他也不是那么好啊 不是那么那么那么专业 我每次解说的时候 都要黑一下这个真方天化戟 也就是因为他是真方天化戟 但是呢 他是第三关就有的啊 也从而导致了 就是觉得越后面出来的武器越厉害啊 就是给人家这样的感觉啊 但是你尤其是你像关羽的话 关羽的话呢 他你像有那个火刀啊 俗称火刀啊 咱们有机会 大家伙做这个火刀的事情 那有这个火刀的话呢 其实方天化戟用处就不大了啊 当然很多人说 哎 我就去看方天化戟好看 拿着也过瘾 也帅啊 那个那就没说的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也只能说那延迟控理解不了啊 你就好比就是当年说买个笔记本 对吧 你像小男的那个当时的小女友啊 对吧啊 你买笔记本一顿咨询我 我一顿给他搜啊 什么这个CPU啊 那个啊 这个这个集合的怎么样啊 这边呢 这个显卡啊 显存怎么怎么样 这边内存怎么样啊 他的性能怎么样 散热怎么样啊 等等等等等等 一顿戳 最后他买了一个外表 比较比较粉嫩的啊 这没办法啊 这个就是 人什么时候都喜欢粉色的啊 我也喜欢啊 就是粉 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 抱下天下 就这种感觉啊 就当然 当然那个 选了一个 选了个颜值高的 你说这种 这种这种事吧 就高低忍不了啊 你到哪说理去 你说 好的 联防火甲车 这也是在刚才 那个密室当中啊 获取的 在这里呢 很多人看不懂啊 说他 他正常能获得 这个放低话剂 为什么他不获 把那个 把那个张飞啊 不是不是 把那个老头给打死了 老头的话啊 这确实 你打死他之后呢 就没有那个衣服 所以这个张飞呢 不能三级跳 就过不去 好了 一直拉住前 三 二 哇操 好了 这样的话 三 二 好了 直接跳进去 他他 他这个啊 你如果说 如果说 恶斗 直接就没了的话 那他就进不去了 你知道吧 那就没招了啊 好了 打掉之后呢 这边呢 刚才那个 五火神燕善啊 就就再见了啊 就没有 他他没有 咱们的这个诸葛亮呢 他就不会出现 好了 这回 先手放一个 孙子兵法 然后练了一个 技能 这个技能是 白虎技 好的 变身 这招也是 和亲输输神技啊 好了 再 哎呀 没整好 孙子兵法 浪费掉啊 刚才还是浪费了一定时间 好了 三次 第四次 最后一下 最后一下变身出来啊 也无所谓 一点血 一个扑 然后这种情况下 还有一颗蟹 克一个神龙骨甩 他不服啊 这个这个 你这怎么怎么地啊 不服 然后给他一个神龙骨甩 撞三下的话 就有一个 哎 他最后一下没撞 到家密本 扑一下 一个前身撞 漂亮 接上了一个神龙白尾的必杀技 这是普通必杀 捡起来 方天化戟 真 方天化戟啊 这个 这是张和神上的武器啊 这 按照他这个理解呢 三国战争二里面 真方天化戟 在张和神里 就有点难受了啊 你像吕布呢 是怎么死的 大家伙都知道啊 吕布是咋死的 吕布手里的方天化戟 总不至于是 是普通的吧 他是不是只要有一个 真点方天化戟啊 对吧 那吕布那个方天化戟 吕布是被曹操给打败了 白门楼上曹操就咔嚓 对吧 逆死而后消守啊 你先给他淹死啊 啊 然后就就去拿那个消息 拿那个纸 啊 沾上水 然后铺一层 再拿纸再沾上水 再铺一层 那么那我也不知道啊 反正是最后就消守 那就是咔嚓这个斩首了啊 挂到了城门楼上 咱说这个吧 那你说武器是在他那吗 就是在他那啊 然后后来呢 这个张和 张和是啥 张和是袁绍这里的啊 然后关渡之战的 这个偷袭这个乌朝之后呢 这边啊 应该说啊 这个这个张和和高懒 这两个人啊 明显就是有点 有点锤子了啊 反正是最后呢 就是给他了啊 就最后就是 就投降了 那投降了就就 那那你想想啊 你你你这么想 你说张和是是外来将领啊 他他是属于你你你 他肯定不是内家人 不是曹家和就夏侯人啊 就是你说这个武器 就能赏给他 你说是到高高低低 对人忍受不了吧 啊 你像那个青钢剑给这个夏侯恩 是不是啊 都给自己家人 这这种神器能能给张和 这说明张和啊 在曹操的这个啊 曹操的这个阵营当中啊 曹操对他那是相当的好啊 现实证明啊 看三国三国演义 这本书里边描写的也是啊 你看其他的人 一旦有点什么事了啊 都是啊 你怎么怎么的 就拉出去炸腊 然后一般人说 哎那个主公息怒啊 这个某某将军啊 也是哎 那个这个立过赫赫战功啊 这次只是被对方奸计得逞 然后就饶饶饶你不死 但是那个怎么怎么你啊 罚你怎么怎么样啊 立下军威嘛 你这你大伙都能了解啊 其实没想啥 但是这个张和屡次败于什么 黄中啊张飞之首啊 这俩屡战屡败啊 最终曹操就一句话呀 胜败乃兵家尝试啊 张将军不用在意啊 就是别的不用说了啊 晚上那个啥 那个咱们都说庆功啊 给你接风洗衫啊 给你压压惊啊 你这个败的好 没事啊 这都小事啊 你说这就 我感觉他俩可能是狗鸡啊 这事我不能说谁知道 你肯定是这样的 所以说在后期啊 这个张和啊 那那在后期曹魏势力当中啊 那开玩笑呢啊 那没有张和的话 那早就让那个什么什么 诸葛姜维 就是姜维到四点 姜维都姜维的时候呢 那个这个张和已经嗝屁了 但是说诸葛料 那那那如有张和在那 胃炎那都是锤子啊 那什么胃炎啊 什么料化啊 这朗子啊 这是没有用 好了可以看到这边 这里面放了一个玄武神器啊 大伙可以漂亮 这小兵漂亮 看不看呀 这里面你看啊 单挑boss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 一旦有了一个小兵就就难了 好了 这边 这边两两个兵的这么一个 撩这个手中的这个挤啊 是这个这个朔啊 这个这个这个也一样啊 反正是这么个意思 咱们可以看到也是走无尽路线 但是咱们这个用真方电话戟啊 也可以看到伤害呢 其实其实我个人感觉并不高 但是你看有一些怕火的人 可能稍微高点 如果是普通方电话戟的话 他的连招方式就变了 当然你也可以放刚才那个玄武 玄武的话呢 就可以实现这个无线连击 这个无线连击呢 也是非常的过瘾啊 你也看到了 就是就是就是 他是真无线连击啊 好了可以看到咱们的绿帽飞 绿帽飞的话呢 是打到了第五仗 那速度非常快啊 才仅仅过了12不到13分钟啊 12分钟40秒啊 就就打到了这一关 那这一关呢 就是在三国战争2里嘛 这一关不一定是最后一关啊 不不一定是倒数第二关 但是你往后的话 三国战争2呢 他的剧情是非常饱满的 而三国战争2P呢啊 不清楚是因为游戏太难了 又对新手来说游戏太难了啊 所以说这个很多玩三国战争2P的人啊 他由于补吞非常少啊 就就可能就他就觉得哎 关少一点没什么问题啊 尤其是这个很多人一玩之后呢 发现发现这个就就就 哎打到五关第六关 第六关就没了 而三国战争技能打到第七关 这个就就很难说到哪说理 就是啊啊 好可以看到三国战争的周泰 周泰呢也是呃 曾经的一个锦帆贼啊 呃 后来加入到孙策阵营当中的变成锦帆军 也是历过赫赫战功啊 在保卫孙玄的这个 呃战役当中啊 也起到了一个金牌保镖的作用啊 其实很多很多人都知道啊 这个他不仅是一个金牌的保镖啊 他的保镖的方式就跟咱们现在看那个黑石灰电影里面似的啊 我我替老大挨过刀啊 那就替替老大挨过枪子啊 那是什么样的感情啊 那是老大最信任的人质疑了啊 那没说的啊 这个就相当于替老大挨刀 挨了九十多刀 那没啥说的 好了可以看到这边练了一个混乱必杀 然后可以看到白虎神器呢 他牛就牛在啊 可以这个可以在有限时间内无限练这个自己的必杀 但缺点是呢 你练完之后啊 你就没有气了 你知道吧 就无论你之前有多少气都没了 所以说你练之前都要把气先用了 大概是一个意思 孙瑟呢 还有一个战战功 就是甘宁曾经是让人让人干死了吧 他就替甘宁报仇 甘宁应该说是他的老大哥啊 应该算是他的这个之前的老大哥啊 后来甘宁嗝屁了之后 他他接甘宁班啊 当然呢 这个是这些人嘛 就是你看他很多人问我小狼啊 你认为三国第一武将是谁啊 武将啊 这个你像啊 有武将呢 是有带兵的武将 你要说一实在话 什么叫武将 那你要问我 我告诉你诸葛亮是武将 你信不信 那对吧 你带兵的人就应该是武将 那你非得说什么 单挑啊 武力职啊 或者说是啊 怎么怎么样 你像这种啊 就就难受了 你这种就没法说啊 就真实历史呢 咱们当然就没必要去扯 这有的没的 咱主要就说这个演艺啊 演艺里面呢 他也分很多种品种 你像有的人有勇有谋 对吧 他能带领这个 他能带领这个这个军队获胜 不是靠他自己能多能单挑 你像那个看那个东北往事啊 这个东北都黑 黑道风云20年里面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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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 赵山河啊 跟山姬一个名的小子啊 一见面就是单单挑还是群牛肉 后来让那个小北京一脚踹 踹裤裆里了啊 直接就就窝那了啊 就是后来跟那个某琴俩人都去 直接就软了 你说这好了 咱不扯这个 可能有的人没看过啊 反正可以大会在网上找一找看一看啊 很短啊 就是20级啊 十来级不是20级 然后一级就20分钟啊 你看一看啊 挺有意思啊 安利一下啊 当然了 咱就说这个 他你说你这个单挑 你有能力 真的没啥用了 你游泳得有谋 你像张飞就是游泳有谋啊 关于游泳有谋啊 但是这两个人都有性格上的这个大缺点啊 这两个是他俩就是无论再有什么优点 这一个缺点就害他俩 就他俩怎么死的啊 就是这大伙都知道啊 再有是什么呢 再有就是你像那个 那那那吕布呢 就是游泳无谋啊 那何止是无谋 那是相当之无谋啊 那那 那个傻子是没没什么两样 真事啊 那一挑不离间的瞬间这个人脑挖 都有点温温的啊 真事的 就你 你看那王 王宇说了几句话之后呢 巴不得给人家那个 给人那个董卓祖坟给跑了 你就这就该说不说的 你懂的 好了 这个张飞单挑孙权 这里面 你看真方天化体的伤害啊 还是非常的可观 但是缺点是 缺点是 他的连击的这个能力不是很强 好了 可以看到 一二三 还能再 其实正常还可以再追递一下 一个多 但是这边呢 孙权有硬汉的状态啊 就这上这种硬汉状态 就霸体啊 真心是恶忍 血杀 铺垫 好的 再来一招 这一挑就挑死了 方天化戟拿起来 感觉张飞 像张飞啊 关羽赵羽 拿这个方天化戟 感觉总感觉人小武器的 真的有这种感觉啊 但是你像吕布要拿的话 就感觉很正常 是 吕布拿的那个是他贴图里 吕布呢 就是本身的贴图 他不是这个方天化戟啊 你知道吧 吕布本身的贴图 其实比这个短 这个长啊 这个武器真 长武器呢 一寸长一寸强啊 不要跟我说什么短小精干什么的啊 所以就不怕短粗 就怕细长 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好了 可以看到现在第六关 三国一统 最后是走到这个路线 其实跟之前上一部作品 做那个诸葛亮的话的差不多 基本上都是一个路线 走无军路线 无军路线是RP版本当中 最快的通关路线啊 而且我认为呢 也是相对比较简单一些 如果是可复制版本 觉得你要是可 你要是复制的话 那走哪都简单啊 你要是不复制的话 那走哪 对于我这种菜鸟来说 都难一些 好的 可以看到 这边呢 这个版本呢 其实还是可以奖命的啊 上方那个83黄字的话呢 83呢 很多人认为是83万 其实现在你看分数的话 都已经是8000万了 不过你叫他83万 也可以啊 100万奖命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啊 因为呢 后面的两个零 你可以把它当成呢 是分钱和卯钱 到那个第三位 到手第三位的时候 才是正常的 可以看到这边 放了一个白虎神器之后 然后用咱们的将军印 召唤出 召唤出曹仁 然后呢 一顿停A 然后把这个大象给A死了 可以看到 这个套路呢 也是速通的一个好套路 白虎神器啊 真的啊 你要知道啊 白虎神器 并不是像大家所想象当中啊 就是有的时候 你不舍得用 你该用的时候就点用 你总不能留到最后用啊 其实有的时候 你像最后用的话 白虎神器也有啊 也有 咱们没有必要说 非得留在那用 但是呢 你就大概这个意思 如果要是你复制的话啊 九个白虎神器 九个神龙如水 九个大人参 那就够了啊 那那你就就随便玩 那种情况下 如果说你还通不了关的话 我只能说 你无限炼必杀 你都能把BOSS给秒掉了 大不了 咱不打真铝布不行吗 对不对 你这个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啊 好了 可以看到 这边 水冰测 这个 这个位置上 像这种小水冰测什么的 可以把它当成 一个小必杀来使用 快速的清兵 非常专业 一个雷 好的 一二 这个方天画戟啊 你可以看到啊 就是快速秒兵的 一个好方式 神龙骨水 这个地方 神龙骨水是好东西啊 大家会知道 神龙骨水 对于张飞来说 尤其是在后面 打两个BOSS的时候 双 打双盲 打双盲的时候呢 这个张飞呢 可能用得到这个 咱们说 用得到这个上下跳的 那个必杀 就是撩小兵 那个必杀啊 那个必杀呢 撩出来的是非常的 非常的靠谱了啊 撩完之后呢 可以再进行联机 两个BOSS 你打的话 就是看起来是难打 但是 由于这个 咱们把保全留到最后了 你可以随便用 那就真无所谓 好的 又是用曹仁来清 咱们这个坛子兵 这个坛子兵啊 就上面写一个符 这个 这个双刀兵啊 不要小瞧他啊 这个兵 如果你不用特殊的方式 去跟他干的话 珍惜很难 咱们看看 是不是要是要引雷玩法 好的 可以看到 又是要引雷玩法 引雷玩法的话 咱们可以看到 就是无限血杀的引雷玩法 由于咱们的这个左慈啊 他是不会倒的啊 所以说就就没招了 他不会倒的话 无限被电 而且还会被这个方天化戟的血杀给撩到 最后呢 这个左慈只能用一句 然后那个跑了啊 大概是这个意思 这里面他没有那个拧啊 啊 好了 可以看看 这飞过来 就是等他扔那个什么 扔这个这个令牌啊 这个咱就不要了啊 令牌减的话呢 咱们确实打的慢一些 你想想啊 整整四管血的真驴 你打他 你就去岁 就单挑 但是你打他非常慢 而你两个 你看一共四管血的两个boss 一共四管血 那就是相当好打了 而且因为你知道 上一关的豹子那四管鞋 那是真四管鞋 这是两个豹子加起来四管鞋 那那你看就不一样 好的 看看水冰色 这里面这个曹操召唤的那个万剑绝啊 有点讨厌 好的神龙骨耍 然后再练必杀 又是万剑绝 但是他没练出来这招 可以看到啊 其实其实咱们这次这个枫叶大神啊 他运气真的不是很好了 他如果运气好的话 现在应该已经结束了 血杀一点一撩 好的还差一个必杀 一撩起来一单A 先打死一个 那么另外的那个boss啊 就是一个字啊 就是一个字懒了啊 就是懒 再来一套必死 哎哥没打好 最后一丝血 好的直进一个恶虎扑羊 跳下手啊 直接扑死 这样的话呢可以看到啊 尽管过程当中有很多瑕疵 但是由于咱们人脑操作啊 打到现在也非常不容易 21分钟多啊 这个虫从空中降下来到最后 不到22分钟 最终呢也是通关的 比诸葛亮肯定是慢啊 但是由于这个武将当中 张飞啊 确实也是非常强的 所以说他最终呢 也是非常快的这么通关 这也是非常精彩的啊 大家伙也可以学一下 只不过手法啊 肯定是要练练 好了 那么今天咱们这个视频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啊 感谢大家我的收听 如果大家伙喜欢小狼解说啊 可以在屏幕当上方点击关注和订阅 同时在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 尤其是小熊小程序当中 搜索这个小狼解说 这样的话你可以第一时间最方便啊 最快捷最流畅的观看小狼的最新视频 小狼会把最新的这个全网首发的视频 放在小程序上 可能其他的平台都不能看到 只有这个地方啊 能第一时间能看到 所以大伙一定要关注一下啊 这个在这里就非常感谢了 咱们下期再见